怎么办呀 一会儿我到现场 又要遇到他 抛制不住啊 这样吧 我呢 说服投资帮 催头一些资金 让那坏人重拍 这样子呢 你就不用再见到他了 那这样太好了 可以吗 你以为我是昏君呢 你傻啊 连韩君不都搞不定 你还能干啥啊 干饭 这葱花瓶很难买的啊 你买到了 这个馄饨 平时也是限量卖的 很疼我呢 老陆啊 你的 你差点买一遍 你差点买一遍 我说妈妈的傲吃事后 我有什么核酸气味 我差不多要走了 要不要我顺便送你去剧组 不用了 我下午才出工 这两天都开早班 我就不回来了 住剧组啊 好 他不想见你 我知道 当晚话要跟他说 他不想见你 我想要见他 他不想见你啊 他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你不要跟我说 我对你的解释不感兴趣 我只看结果 结果就是 你一直在耍他 你一人分尸两脚 演技派啊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只看结果 是 陆广涵 你公报私仇 那不有点出息啊 这事搁我身上 我肯定忍不了 我的事我说了算 晚晚了 感情里呢 底线最好设高一点 别人家哄两句 就回心转意了 那样的男人 不会等我珍惜你的啊 也是这么说了 但是 我怕我忍不住 想要回答信息 回答电话 怎么办 像游戏 奔散注意力 那我要是在游戏上碰见他 怎么办 他是不是很尴尬吗